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总统川普佛8日抵达中国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高规格接待,双方先是在下午参观紫禁城并在唱音格赏金剧,但川普似乎因舟车劳顿在观剧时一度闭目养神。 习近平夫妇在美国访问团下击后,随即陪同川普夫妇游览紫禁城与宝运楼简短插序,唱音格赏金剧还在紫禁城核心建福公社宴。 金剧演出一共有三出剧目,分别为黎原、春牛、美猴王、贵妃醉酒,川普原先都还能保持清醒细细观赏,但在演出贵妃醉酒时,川普一度止不住疲倦闭目养神,但在表演结束后,川普仍走向台前向演员依依握手致意。 川普在三日展开亚洲之旅,至目前已分别访问夏威夷、日本、南韩、中国并进行多场会议与演说,对71岁的川普来说,无论在精神、体力方面都是一大考验。